我從第一次跟他們 第一年 就是即便是在正式出道前的每一次的培訓 跟每一年的同期 我只要看到他們 我就會有一種微妙的感覺 即便到現在是成軍的二十年 那我都會 我每次夜深冷靜在想想 我身邊這幾位兄弟 我都會覺得說 怎麼會這麼不可思議啊 就是我們怎麼可以相處這麼久 然後我們怎麼可以一起工作 然後一起努力 然後一起面對這麼多的事情 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難 我曾經 我其實是很認真想過 我七十歲到底想幹嘛 我覺得應該是會想要 尋風車 可以抱住人家狀況 可以喔 差不多 對 其實啊 其實一定要可以的 你差子一算 對啊 你的孩子差不多三十年後 在三歲 你剛才講 但你不一定也有了五十歲才生啊 對啊 我覺得這個時候可能 有很多事情想去的地方 可能去過了 或者是有些地方 可能也去不了 是 你喜歡大家庭是不是 就是什麼子孫三 三代同堂就對了 就是覺得這樣子熱鬧一點 熱鬧一點 熱鬧一點 季段想報警 我還沒想過季段 那你自己要不要再一個呢 我覺得 我覺得目前現在這樣子還不錯 鞋子三十四年後 二零五六 希望什麼 哇 核心 另一半 對 團友 團友 你剛說你的時候幾歲 78 Excuse me 我的意思是說 要在二零五六之前 我覺得要完成 一定要完成這件事 對 因為我覺得 在這個年紀之前 你一定要讓自己的人生已經 沒有任何的圓滿 就是至少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都有做過 我覺得才是最棒的 因為我個人是一直覺得 我覺得小朋友 當然是認真的一個過程 未來如果真的有小孩 你必須要把他扶養長大 可是當他長大成人之後 他必須要面對自己的人生 對 那那個時候的我 就會覺得責任結束了 是 現在我只想要好好 跟另一半一起度過下來 享受人生 對 所以我可能 我真的在那個時期 我認真的就是想要 到世界各地去 可能比如像什麼 羅馬 埃及 阿 阿 然後去看激光 對 激光 就像能去的地方 我們都想要帶著另外一半 去過一輪 我希望呢 能夠 開著露營車 和老婆到 各地生活 我75歲的時候 75歲 危險駕駛啊 你還 75 沒有 你像他那還可以坐飛機 坐輪船 有油輪 你這樣開車啊 不不不 差太危險 每五年要回去複檢一次 看一下 換駕照 要換駕照 要看你開車 還真的查過耶 真的啊 就這麼簡單啊 因為我覺得 我想要跟我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在野外生活 然後我覺得 我跟我太太兩個人講好 就希望我們兩個人 退休了之後呢 在各地可以去租一台露營車 或者是買一台露營車 然後就在各地 每個州 去過生活 感受一下 他們當地生活是什麼樣的感受 真正深入到民間 對不對 不要去住飯店 對 是吧 很棒耶 很有feel耶 是 你他OK嗎 機器人也喜歡這樣子的邏輯 他慢慢在被我睡眠當中 哈哈哈哈 那三位請一騎 拿著你們的願望 當然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 本周日開始開賣 在破源 還有iPhone 5566的20週年 2056高雄小巡蛋 6月11號見 記得iPhone還可以同時 加購85群的高鐵票 三位謝謝右邊 好 中間 好 好 謝謝 這卷軸做得太像 拆生鐵人在爆市啊 那拆生鐵人在爆市啊 對啊 拆生鐵人在爆名啊 好 三間 好啦 接下來是一個感動的時刻囉 來請上道具 那之前小刀也有現身 也常會 他也會來嗎 我們是 我們其實還沒有告訴他演唱會時間啦 但剛才他要來 我們也不好意思拒絕 他要不要來就看他 我們才在討論 我們才把時間討論出來 我們還沒有問到他的意願 他就已經跟我們說他時間留好 哈哈哈 他根本都不知道日期 但他說他時間留好 那也都不知道內容是怎麼樣 他就說他時間留好了 他是我們永遠的團員 不管他是在跑步還是在幹嘛 他都是我們的團員 有機會會四個人一直在台上嗎 四個人在台上 我相信是絕 因為上一次演唱會我們也有四個人在台上台 那這一次的話我覺得也不是件難事 因為他非常想上台 所以 應該是 應該是會有四個人上台的 那這次有機會跟邵偉一起嗎 邵偉的部分的話 也非常有機會 只要你們去問問看他 我想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啊 今年的話 我們現在 我們是認真講 我們也還沒正式地邀約他 但他是一直不斷地透過 關西跟我們講說 他已經留下時間了 不管在什麼時候 其實2056 20週年 我們其實會希望 所有的成員如果都可以在我台上 這個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對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盡量能夠讓 所有的團員在台上跟大家碰面 所以也還沒有跟黃沙瑋說過 這個部分當然如果他願意的話 我們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開心 其實我有大致跟他聊過一些事情 但我覺得 我覺得因為人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自己想要 完成的事 跟繼續前進的一個目標 所以其實也沒什麼好或恐怖 我覺得你只要決定好 或是想好了自己 想要做的事 這都是好事情 也是一個很成熟的表現 對啊 所以不管做什麼 我們都做 會演唱一首叫 突然聽見 下雨的聲音 所以剛剛這樣等於 算是寫這個 可以說是算認愛嗎 因為好像其實沒有封拍 也沒有 我就是 反正就是好朋友 還是好朋友 那什麼時候才可以 2056年才認愛 2056年才認愛 其實也沒有啦 我覺得 因為那畢竟就是比較偏向私人的事情 那 這個 我自己啦 我自己比較多創傷 就是過去 過去太多創傷 所以 所以我比較不太 不太習慣 就是聊一些太 就是太私人的事情 那就是說 還是會比較希望 就工作上 大家還是著重在工作這件事 然後我覺得如果 有好的事情 又或者是說 覺得 實際也很好 或是有幸福的事 想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我覺得自然就會說 會不會演唱會求婚 有這種想法 不會 不會 演唱會求婚 這種事有點太 太什麼 你要注意 有很多人都在演唱會說 你要注意 有點太多人 太多人 所以你常會宣布實際嗎 不會 也不會 你就說那後面大螢幕 然後就有超音波的照片 對啊 放一張超音波的照片 哇 就是我阿姨 去年我女兒表演完了之後呢 大家呢 就在路上都會看到她 就跟她講說 我看你跳舞 你跳得好棒喔 你跳得比你爸爸還要好耶 然後今年我就說 你不准上台了 今年她會到現場去啦 不過 因為 小朋友嘛 我覺得去年那是因為 跟她有一個共同的回憶 想要跟她一起在台上表演 她喜歡的偶像團體 那今年的部分的話 就我覺得 也沒有 沒有把她安排到這上面去 因為畢竟還是屬於我的工作 對 就來現場感受就好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